随缘通宵和每天晚睡晚起 作息规律哪个更伤身体 相对来说还是随缘通宵更伤 洗车也是这个道理 你每周洗一次和你看天洗随缘洗 这比起来的话 随缘洗车对车漆的伤害也会更明显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 哪些行为它是伤车漆的 张芳在期刊《汽车实用技术》上面 发了篇论文 《汽车车漆保养方法研究》上面 他说这车漆是由高分子聚合物组成的 你比如说是氨机 抢机等等这些物质 那么环境中的有机物 你比如说公路的沥青 鸟屎 虫胶 它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下 它两者会发生化学反应的 就会导致这些东西 粘在这个车漆上面难以清理 最后伤害到车漆 土化叫做吃进去了 吃到油漆里面去了 那比如说我这个车子停在树下面 被鸟屎给轰炸了 我们放了一个礼拜没去弄 还随缘都已经干掉了 粘在上面了 这就算后面好不容易 你洗掉了 那块地方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舍差了 就和你白色的衣服 你搞了点杨梅汁 桃子汁 你弄上去了 你不马上洗 过段时间你这件衣服都不想穿了 很难弄掉了 那么除了鸟屎 瀝青这些有机物 洗车时候的一些操作 你不注意的话 它有可能也是会上到车漆的 虽然车漆的耐扣镜还是不错的 但是它的硬度其实不高 还是比较容易被划上的 中南大学讲美派有篇硕士论文 汽车用清漆的研制上面说 这车辆清漆要经过一系列的性能评价测试的 虽然对暴晒老化这种相关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但在硬度测试上 参照的是 GBT6739-2006图模硬度铅笔测定法标准 这个测试用的是中华牌高级绘图铅笔和750g的负载 在漆膜上面滑动 然后观察漆膜上面的划痕情况 那么从漠视印度表来看 在铅笔头的那个石墨 漠视印度其实只有一到两极 我们只加了漠视印度都比这个石墨高来 更不用说是自然界 常见的石子 沙利什么的 都是漠视印度6到8极了 所以说洗车的时候 如果擦车巾 擦车海面没有搞干净 那上面有些异物 沙利留在上面了 你和这个车漆来回摩擦 是很容易在上面留下划痕的 基本上不肯腻 毕竟不是手指甲它还能再长 那么从刚刚讲到的 这两种伤车行为上面来看 其实每周洗一次或者是随缘洗 那都有可能是伤的 那如果每周洗一次 那么鸟屎 虫胶都能及时清理掉 影响就不大 伤不伤车漆 主要看每次洗车的时候规不规范了 那如果像刚才讲的毛巾海面上面有小狮子 别的车子他们搞完了 直接拿来给我们的车子搞 每洗一次就多一点划痕 那么别洗了 对不对 那如果是随缘洗车就反一反 那由于洗的少 你就算毛巾不怎么干净 你划痕总归还是少的 对不对 但是鸟屎 虫胶这种有机物 粘在车上的时间 有可能它就会更长了 甚至存在一两个月不清洗的情况 那好了时间长了 都和车漆融为一起了 那么如果硬要说哪个更伤气 那么随缘洗车概率相对高一点 因为相比划痕 鸟屎 虫胶等等 这些造成的破坏是更难修复的 那杨葵在期刊 《现代涂料与涂装》上面发了一篇论文 轿车漆面损伤分析 与涂装修补技术上面说 那使用中的摩擦 以及日常护理不当 会在漆面上产生划痕 这里划痕在太阳光下比较明显 图画就是这种太阳门圆圆圈的 不过这种划痕 我们至少是可以通过抛光来解决的 磨掉一层就又光鲜亮丽了 那鸟屎从胶沥清 它造成的那就叫做车漆的石痕 意思就是腐蚀的痕迹 只有很轻微的这个石痕 抛光也还行 但大部分是需要通过重新喷漆来搞定的 你看 汽车不规范造成的就像是皮肉伤 鸟屎这种有机物对车漆 它产生的不光是皮肉伤 留个疤都算是轻的 甚至还有可能会内伤 所以说随远洗 而且鸟屎从胶这种也不怎么管的话 那你还不如定期的去洗一下会比较好了 那不过前面这些伤车器的情况 其实多多少少可以通过一些方法 尽量来避免的 你比如说每周洗一次的朋友 你担心这个车里面的这个店 这个毛巾是万人用 我买块新的 我自己带行不行 准备两块好一点的毛巾 几十块钱 那和洗一次车的钱差不多 有些大佬洗个车两三百来 那买来可以用很多次的 对吧 那这个和洗车的时候 车器被划算掉了 全车抛个光 好几百不说 我车器变薄了 又不能无限抛的是吧 那毛巾钱算是划算了 对吧 那随远洗车的朋友 平时就多关注一下 你就不要停在奇怪的地方 对不对 你看看上面 不要有什么树啊 什么的鸟屎从胶 容易碰到的那种 一旦看到了 搞点水给它化一下 化开了再擦掉 这样的话呢 也OK 你接着你随远洗 但是看到鸟屎从胶 就要你先把它搞一搞 对吧 你实在嫌麻烦 真的没空管车子 睡觉都已经时间不够了 那而且还只有树下面的一个车位 空在那边可以停 那停的时候盖个车翼吧 网上买卖也就几十块钱 比车子重新做喷击是便宜和方便多了 那么如果这个停车环境 你的确是不太理想 自己也真的非常的忙 要想清理鸟屎从胶 更轻松一点的话呢 可以在每次洗完车之后啊 自己动手用个镀膜剂啊 给车子镀个膜 就和一些手机电脑屏幕 它会有个涂层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车子没的 我们自己可以弄成上去的啊 那碰到鸟屎拿个湿巾 一擦就OK了 也不怎么伤车漆 所以总的来说呢 每周洗一次车和随远洗车 都有可能会伤到车漆 随远的这个事呢 就是你可以接着随远 但是你碰到什么鸟屎从胶了 你花点时间 你先把它搞搞掉 不然的话没法还原 这车漆不是人的手指甲 你搞没了还能再长出来啊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说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说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